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3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各种迹象显示 中共高层内斗日益激烈 方间流传习近平军权削弱的消息 尤其是中共本周政治局会议中 提及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士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让人联想这明显不是针对 要巡视的单位机构的负责人 而是话中有话 有分析指 这意味着党内已完成逼宫 习近平或会在四中全会下台 10月31日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 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实施纲要 该文件五个段落 竟然没有一个段落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非常耐人寻味 有分析认为 如今的军方仿佛已独立于习近平 不排除在政治局势动荡时期 张又霞以军方代表身份 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对于习近平会不会退位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确实面临退位的压力和诱因 退位的形式可能会是权力分散 而非完全退居二线 以保持对局势的某种控制 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动态将是决定习近平下一步动作的关键因素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28日举行的会议上宣布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但未提及何时举行四中全会的消息 按惯例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应在10月底之前举行 比如最近两届四中全会都是在10月底举行 但如今10月过去 不但没有四中全会的影子 而且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 中共也没有宣布四中全会的时间 按照以往惯例 中共四中全会内容多数涉及中共党政或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 比较特殊的一次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中共将四中全会时间提前至当年6月23日至24日 中共在那次会议期间宣布赵紫阳下台 海外时兵人士江峰分析使出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没提到何时举行四中全会 但官媒通告却提到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成了最悬疑的一句话 按照中共的惯例 语言不详的其他事项 往往是最为重要 不便张扬 而且是生死攸关的内容 它可能是何时举行四中全会 以及四中全会的议题是什么 按惯例 四中全会应该要在10月底举行 但直到现在却实时没有消息 这可能意味着中共有无法摆平 无法周全的考量 可能是经济问题 俄乌战争的立场战队 还是美国大选最终结果出来后 中共的针对政策 按照历史记录 中共四中全会都是涉及中共党政或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 因此20届四中全会迟迟未确定开会日期 是因为党政领导人的人事问题无法拿出最终方案 江峰分析 如果习近平提出能上能下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能上能下的是七人常委和政治局24人中的其他人 另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公开表明自己愿意后退 如果是其他政治局成员提出能上能下 就等于是向习发起挑战 如果习近平无力阻止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此类说法 则表明他的确面临失事的局面 无论哪种情况接受能上能下的结果 看来是大多数 江峰认为 在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 推进领导能上能下 有浓厚的公开督促习近平下台的味道 党媒发布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就是向全中国公告 这已经成了党内的共识 也就是说 习近平已被迫接受这样的事实 党内逼宫完成了组织上的关键一步 近期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陆续出现这次四中会议 可能涉及中共高层重要人士病毒的传言 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8日的会议 前中共官员杜文在X写道 四中全会年内无望 中共高官洗脑班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引讨班开班 这个班的级别在中共体制内是最高等级的 就参会人员的诠释而言比四中全会更高 最终沦落成了习一尊的常会 大家在一起听听圣旨 热烈鼓掌之后喝几顿酒 然后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2015年开始 每逢中央大会 中共各级党委一般都组织在信听会 也就是说 开会之前先听30分钟 散会之后栽表30分钟决心 最想吐 最烦恼的是各级中共官员 就在会议结束后的10月31日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 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实施纲要 该文件五个段落 竟然没有一个段落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非常耐人寻味 海外时评人士陈破空分析指出 军委文章提到了听党指挥 不再提听习近平指挥 无论听党指挥或听习指挥都非常糟 听党指挥是一党专政 听习指挥更糟 听党指挥仿佛回到了胡温时代的提法 从此文件看到的是习近平已经从军方出局 军方几乎独立于习近平了 中央军委办公厅现在的多数派是张派 张又霞 张声明 苗华 刘正丽 对立派是习近平及何卫东 四对二形成了多数 10月28日央视报道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画面显示 排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仍是坐在政治局常委会议桌之后的第二排 而排位第二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是坐在第一排 海外时评人士蔡胜坤分析指出 北京政治局会议的排位是按照信誓笔画来排位 张字的笔画比何字要多 张坐在河的后面是正常的 最近军队出现很多活动 张一改以往的低调频频露面 而和卫东的踪影却进不到太多 如果张又霞这次到越南去只是讨论军事合作的事情 应该没有必要让这几个巨头都出来见面 中共国防部的声明也没有透露双方讨论军事合作的内容 只提到张又霞表示要顺应历史的大事 不断地加强政治 经济 安全 人文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 蔡胜坤认为 张又霞这样的一番话 实际上是超出了军委副主席的职权范围 从某种程度上 他好像在对外展示自己已经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这种说法也正好印证了 最近一段时间海外针对张的权力不断上升的一种说法 今年74岁的张又霞也是目前年龄最大的中共政治局委员 这样的高龄按照中共传统的游戏规则 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 但考虑到军队的特殊性 高龄军头挤身正国籍常委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挤身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年近80岁 不排除在政治局势动荡时期 张以军方代表身份进入常委 发挥稳定军心的作用 另外 近日中共官媒报道 王浩将接任浙江省委书记 而易烈宏则不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事务 此决定来得非常突然 外界猜测这与中共的权力结构变化有关 易烈宏是习近平的亲信 19代之后 习把易烈宏调到辽宁当副省长和副书记 接着还调任江西省委书记 后来易烈宏又被调到浙江担任省委书记 可见习近平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易烈宏生于1959年9月 已年满65岁 说是正常退休 不可厚非 但官媒的报道却有点耐人寻味 据悉 易烈宏同志一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 这里的据悉似乎是说在年龄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外界猜测 易烈宏被撤换 可能与实际掌控权力的派系 进一步去谐化的举动有关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统计 在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不到一周之际 已有近6000万美国人参加了投票 贺锦丽10月29日特地选在白宫前发表压轴演说 却被诸队友现任总统拜登倒打一旁 失言批评川普的支持者是垃圾 恐将伤害贺锦丽的选情 没想到仅仅时隔一天 前总统克林顿助选时 竟又脱口而出 川普时期经济叫好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CNN资深数据记者恩腾分析多项数据指标 预测川普将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胜出 美保守派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 克林顿10月30日在摇摆州密歇根州 马斯基跟海茨为赫锦丽助选时坦诚 川普任内经济确实表现较好 克林顿进一步指出 身为前总统 他有资格对谁能够更好的治理国家发表意见 尽管克林顿表示选民仍应该支持赫锦丽 但上述言论引起现场听众的低声抱怨 不少人解读为这是克林顿偏向川普的意外失言 值得注意的是 克林顿几周前也曾发表类似的争议性言论 他曾提到若拜登贺锦丽政府对一名涉嫌杀害 莱肯莱利的非法移民进行适当审查 或许这名奥古斯坦大学22岁霍里系学生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克林顿的发言再次将贺锦丽与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连接起来 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也成为本次竞选的争议焦点之一 报导指出 克林顿的发言凸显了经济与移民政策 在美国政治中的敏感性 使选民对于经济成长及兵舰管理等两党逆场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随着选战进入最后时刻 克林顿的言论可能对贺锦丽的选情产生影响 对于拜登29日晚间失言称 川普支持者才是垃圾 也成了批评的标靶 美媒国会山报导指出 很难相信贺锦丽竞选团队不会被这件事启杀 报导还披露贺锦丽可能在下周赢得总统大选 但假如她败给川普 民主党圈子内已经在暗中彼此责难 虽然一些民主党员认为贺锦丽会赢 但其他人对一时困扰竞选团队的一系列因素 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挫折 一些人指责贺锦丽和她的竞选团队 对她传递出的信息感到失望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不过一些民主党员已经准备灌罪拜登总统 有些人认为拜登脱胎久才退选 一位民主党幕僚表示 人们都很紧张 他们正试着自保 一些互相推卸责任状况 甚至在选举日前发生 举例来说 如果川普赢得宾州 贺锦丽当初决定选民以苏达州州长华兹为搭档 而不是宾州州长夏皮洛 肯定将受到批评 奥巴马时期的一位前白宫幕僚表示 贺锦丽将因为没选下皮洛而被指责愚蠢 据CNN资深数据记者恩腾分析多项数据指标 预测川普将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胜输 恩腾在10月30日上午的CNN节目中指出 多项指标多只向川普将赢得选举 恩腾提出的三个主要指标包括 对国家现状感到满意的民众比例低 目前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 国家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拜登总统的低支持率 目前拜登总统的净支持率为-15个百分点 以根据历史数据 如果现任总统的净支持率为负数 其所属政党的候选人通常无法继任 共和党在摇摆州的选民登记人数激增 而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差距正在缩小 这显示共和党正在扩大其选民基数 不过 英国经济学人10月30日公布 美国总统大选最新预测 贺锦丽的胜算上升6个百分点 与对手川普平分秋色 显示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经济学人认为 贺锦丽的胜算上升背后有三大原因 包括新民调数量大增 选举时间日益接近 以及民调结果非常接近 根据选举实验室的统计 截至10月30日晚今9点 全美已有5908万8325名选民提前投下选票 这一数字占2020年美国大选总投票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指数 共有25个州提供了提前投票选民的政党注册资讯 根据该数据 提前投票的选民中 约有38.8%是民主党人 36.20%共和党人 25%是无党派 或没有明显政党倾向的选民 目前还不能确定上书的统计结果 是否能看出美国大选的样貌 根据综合民调 两位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 内华达州和宾州打成平手 贺锦丽在密歇根州领先一个百分点 川普在北卡罗兰纳州 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领先约一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选民双方竞选团队 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必须等待几天的时间 才能知道确定谁赢得了2024年的大选 以拥有11张选举人票的亚利桑那州来说 其中60%的选民都居住在马里科帕县 该县有450万居民 选举官员警告说 今年可能需要长达13天的时间 才能对马里科帕的所有选票进行统计 如果届时双方阵营的差距太小 位于美西的马里科帕县 将成为今年美国大选最终摇摆县 此外 密歇根州警察官艾利·萨维特 10月31日在声明中说 10月27日 安娜堡一处提前投票站 据称发生涉及一名非美国公民的违法事件 沃什特朗俊警察官办公室 随后已批准提起刑事指控 据当地媒体报道 此人为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篮球协会CBA10月31日宣布 中国NBA传奇人物姚明 此需主席职务 郭振明接替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 然而 姚明选择辞职时期 距离他的第二届任期还剩两年左右时间 10月30日下午 姚明辞任篮协主席的相关话题冲上墙内热搜 中国篮球协会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宣布 中国篮协执行委员会3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 审议并批准姚明的辞职请求 并选举郭振明为新任主席 姚明随后对官媒表示 从10月31日起 他将不再担任中国篮协主席意志 姚明说 担任中国篮协主席 遗憾的是国家队的成绩和表现没有达到预期 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篮协 主要还是基于对中国篮球未来的考虑 对于姚明的突然辞职 官媒称 姚明选择在任期还剩大约两年时离开 是为了让中国篮协能够从一个完整的奥运周期中受益 提高球队水平 据陆媒红星新闻报道 姚明于10月25日提交辞呈 2017年2月23日 在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 姚明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 姚明担任篮协主席的7年中 中国篮篮两次没有从世界被出现 并且连续无缘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 私职中锋的姚明是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 曾在美国NBA效力入选NBA名人堂 于2011年宣布退役后 姚明依旧活跃在体育和公益相关领域 此外 接替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的郭振明 并不是篮球运动员出身 2017年4月任中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2022年12月任第十届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 有网友留言 又是个外行 连姚明这个内行都不行 看来中国篮球彻底没救了 近期 以色列空军连续空袭黎巴嫩多地 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及众多头目被击毙 有媒体统计 真主党高层几近被团灭 近日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缺点发动连续攻击 而且行动强度不断升级 推出以色列战争在社交平台X上爆料 真主党南部指挥官在会议后发布一张合照之网络 结果照片发布不久 便被反真主党的黎巴嫩网络机构定位 并迅速提供给以色列军方 以军在数分钟内发动攻击 造成参加会议的真主党指挥官中仅三人幸存 以色列国防军10月30日发表声明称 根据情报 以色列空军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 袭击并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精锐部队 拉德万部队的副指挥官穆斯塔法艾哈迈德·沙哈迪 以军表示 沙哈迪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大量袭击 以军还表示 将继续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指挥官 与武装人员发起袭击 对于胜数说法 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 10月31日 X上还流传一段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巴勒贝克的影像 这座拥有古罗马遗迹的城市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空袭前 以色列军方已向巴勒贝克发出疏散警告 呼吁登地军民离开 巴勒贝克位于贝鲁特以东 已真主党燃料储存基地文明 市民在接货通知后迅速撤离 随后该地开始出现大火燃烧的情形 根据巴勒贝克区长报告 袭击造成数十个城镇超过60人死亡 成为一年多以来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 此外 黎巴嫩贝卡古地多地袭击也愈加频繁 以色列空袭主要针对真主党设施 人权组织对中国异见人士 人权捍卫者许志勇的命运表示担忧 他因发表给习近平的公开劝退书而闻名 据报道 这位去年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的 持不同征监者被剥夺了与家人联系的权利 并一直受到同域犯人的监视 从10月初开始 许志勇决定绝食抗议 如今身体状况堪忧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消息 许志勇自10月4日起绝食抗议 山东永南监狱对他的虐待和侵犯权利的行为 目前可能生命垂危 该组织一直与许志勇亲属保持联系 2012年 许志勇创立了致力于公民权利和民主的律师 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组成的非正式团体新公民运动 但习近平上台后 这一团体迅速成为眼中钉 2014年 许志勇因妨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入狱4年 获释后 许志勇继续斗争 并于2020年再次被捕 2020年1月 许志勇曾公开发表给习近平的劝退书 劝习近平主动让位 据报道 许志勇绝食抗议 他在狱中遭受的残酷和不人道待遇 此事在他的家人于7月探望他后曝光 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也在X账号上发帖 对民权人士许志勇为抗议他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 而进行绝食抗议的报道之后深感忧心 并敦促习近平当局释放徐志勇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